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培的番茄有点问题了 你看这个生长点 能发现什么问题 有点缺素了 差不多 主要是缺磷 对主要是缺磷元素 看一下什么原因造成这个 磷元素的缺失的 我们分析一下 先去测一下 这个 它的PA矩值 我们测一下这个营养液 它这个酸碱值 很明显的稍微有点高 这个问题出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 实际上我看到这个缺磷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这个配方的当中 这个磷元素缺少了 然后第2感觉 是不是 因为我你看啊 这个 因为 这个 二膜 这个这个 不是太好 有水烛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二膜去掉了 这段线 温度还可以 导致二膜去掉以后 是不是温度低 造成了缺磷 第2反应 第3反应 啊 就是 是不是 啊 这个 因为 PH值的升高 造成了磷 钙 啊 这些 它结晶了 不能被这个根系这些吸收 所以刚才测了一下以后啊 确实 它就是 那个 PH值过高了 这个PH值高是原因在哪地方呢 就是 前几天 当时 他们加这个 这个海盗精啊 加的有点多了 因为海盗精啊 它这个碱性非常大 所以你加了多了以后呢 它这个PH值压升高上去了 然后又没有通过 跳酸 把这个PH值降下去 就造成这个结果了 所以说 我们有时候在试肥这些话呢 一定要去注意啊 酸碱质的问题 亏之是用无土栽培 如果你土壤栽培 出现这种问题 再去补离 实际上很麻烦的 这无土栽培 尤其水培这些话 我今天补上去以后 明天后天 它这个确定症啊 就可以 啊 去 杜绝了 它就这么快